如果加入限时时机模式 限时20分钟 时间一到所有玩家全部淘汰 没有赢家 游戏会怎样 不啰嗦直接盘点 一后期玩家会疯狂找人钢枪 加入限时20分钟模式 意味着前中期没有影响 可是后期玩法完全改变 在现在班们的后期 我们是稳扎稳打 反正没有时间限制 而是现在有时间限制了 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猥琐了 忽然时间一到也是积极 不如奋起钢枪 万一赢了就吃鸡了 所以到后期 大家都会疯狂找人钢枪 二后期狙击枪枪没人再用 既然后期玩家都变主动了 都去找人钢枪了 这之后狙击枪基本就是零作用了 因为狙击枪在中进战就很弱 人家用步枪冲锋枪和你狙击枪打 你就是个活靶子 而且现在都是冲阵打法 谁也不会拿个狙击枪去冲锋 所以后期狙击枪没人会用了 三 载具成最重要道具 到了最后几分钟 玩家都会进入找人钢枪模式 那么这时候载具的重要性就凸显了 可以快速找人 而且转移的途中还不容易被打 到时候决赛圈大家都会开个车了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